请不要随意接近一个 离异带娃的单亲罢了 因为呢 他上游老 下游小 既要赚钱养家 又要顾家带娃 最怕的就是 有个人突然接近他 给予他希望 又突然给他绝望 可以这么说吧 离婚了还带着孩子的男人 基本上都是断了自己后路的人 也做好了终生不娶的准备 可能别人不懂 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还要选择要孩子 因为他心里有做父亲的字 他知道离婚放下孩子 这孩子的一生就毁了 作为父亲 上高山下渤海 他可以放弃一切 却唯独抱不下心骨刀 天天就这样的好男人 还要无端地受到 社会上许多的天界都不理解 觉得离婚都是他们的问题 甚至有一堆人说 千万不要嫁给一个一代娃的男人 那我想说 这些人实在是想太多了 你想嫁 他还不一定想许你呢 他想的是靠自己的双手 给予孩子幸福 如果哪天他的心门 再次打开的时候 我希望被选中的姐妹们 相信他 就会了 男人吧 你可不变一切